第五十一章 漁陽市是漁州島省會 亞熱帶地區 永安已經入冬了 這裡卻還是明媚的盛夏 漁陽新區的一家咖啡快餐店 這兩天成了新近網紅 週末一大早 遊手好閒的小青年們就在外面排起早午餐的隊 老闆樂呵呵的在門口充當人工排好機 眼角瞄見他們的鎮店之寶 前兩天 店裡來了個長髮男人 隔著玻璃窗 盯著店裡一個胖鳥追蝴蝶的小擺劍 看了半天 老闆無意中抬頭對上對方的目光 一時間 竟在那雙眼面前望了呼吸 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 小跑出去 問客人要不要進來坐坐 男人一開口就坦承自己沒帶錢 也沒手機 但是需要在漁洋逗留一陣子 問能不能借助 他可以在店裡幫忙 他說這話的時候絲毫不局促 好像沒錢吃飯這事挺好玩 一點也不丟人 一般這種不是騙子就是精神病 但老闆觀察 這位說話一口標準播音槍 外形又太出眾 一頭長髮尤其眨眼 排除了自認為不可能的答案 他得出了結論 自己遇上拍真人秀的了 免費廣告 萬一火了 全國人民都看見了 哪找這種好事去 於是老闆欣然同意 他答應得太快 倒把來投訴的那位弄得挺意外 沒想到此地民風淳朴致詞 這人來了一個禮拜 老闆也沒找到他拍攝團隊在哪兒 倒有點莫名其妙了 不過沒後悔 因為這位客人真沒幫到忙 第一天早晨 店還沒開張 客人在他家發現了一個塵土兩寸厚的陶薰 拿下來清理了一下 然後坐在門口試了個音 吹了首小曲 不知道是巧合 還是他隨身帶了什麼誘石劑 街邊 房屋 很快落滿了鳥 聽他吹熏 這些小聽眾 比電影院裡的人還有素質 按先來後到 整齊地排好隊 誰也不激扎亂叫 聽得投入了 還跟著搖頭晃腦 引來了無數手機鏡頭 當天小店的營業額就翻了一番 晚上 魚羊吹熏小哥 再往上走紅 一毛錢梅花 咖啡店跡身於網紅打卡點行列 把老闆樂得牙花子亂窜 過了兩天 神秘客不吹熏了 又不知道從哪找來一把小客刀 給來店裡點單的客人客小動物 時不常還跟小青年們開幾句一點也不好笑的玩笑 侏儒 小哥哥 我想要吃拉布拉多 拉布拉多 是什麼奇獸 這種讓別人聽完 覺得怕不是個傻子的話 但這男人有一雙格外深情的眼睛 當他用那雙眼睛看著別人的時候 對方會覺得 他不管尬聊出什麼屁話 都是因為喜歡自己 笨拙地想和自己多說幾句 早就五迷三道的 不在乎談話內容了 老闆機靈得很 一看傻子們這麼好騙 轉臉就在門口竖了塊 消費滿二百 朋友圈集齊三十個讚 免費送手工木雕 提材認點的廣告牌 一時間排隊的更多了 小哥哥 人像你也會雕嗎 你看這裡 看鏡頭 笑一下 天吶 照你都不用修圖 能雕個我嗎 神秘客人好脾氣地衝他的鏡頭笑了一下 溫和地拒絕了 人像有靈 最好不要隨便拿來玩 還想要別的嗎 想不出來了 也沒什麼特別想要的 少女專心志志地對著她的臉和手 找角度拍文藝大片 隨口說 要不你隨便刻一個吧 好看就行 神秘客人就自行發揮 她下刀飛快 幾乎不帶猶豫 沒一會兒功夫 一隻仿佛鎮翅欲飛的木雕蝴蝶就成了形 客人不點 她一般就會雕蝴蝶 客別的東西時 往往要停下來想一想 只有蝴蝶 它像是千錘百煉過 隨手就是一隻 樣子跟店裡百件上的小蝴蝶有點像 有人受此啟發 問她能不能也客一隻追蝴蝶的鳥 胖乎乎的 看著挺喜慶 她卻又不肯了 也不解釋 只笑咪咪地推說不會客鳥 於是老闆在廣告牌上題材認點 後面加了個注釋 人與鳥除外 門口的隊越排越長 一輛外省牌號的越野車被堵了半天 眼看過不去 司機搖下車窗看了一眼 對副駕駛上的男人說 堵死了 年先生 要不咱繞路吧 就在這時 那坐在店門口專心置置雕木頭的男人抬起頭 目光透過人群似笑非笑地朝這輛車看過來 年先生 燕秋山 本來在閉目養神 刹那間 後脖鏡上突然竄起一層針紮式的涼衣 她猛地睜開眼 刀鋒式的目光朝窗外掃去 四下竟在漁陽城爛漫的夕陽裡 到處都是喧囂吵鬧的青少年 這幫擁堵在網紅店門口的男孩女孩們 全都奔著一個方向時髦 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學校服沒穿夠 小青年們畢業好多年 又自發地買齊了長得差不多的潮牌 潮鞋和潮首飾 恨不能連髮型也統一一致 乍一看 人頭攥動 浑似一個英雄母親生的 怎麼了?後座有人問 這是輛五座的越野車 司機跟燕秋山坐前面 後座擠著三位 兩男一女 女的正是玉婆婆身邊那個木偶侍女 晴天白日裡 她臉上的連接線更明顯了 只好戴上厚厚的面紗 把能擋的地方都擋住了 她一左一右是兩個男人 左邊是個中年人 瞎子 睜開的雙眼中布滿渾濁的白衣 右邊那位滿臉燙傷的紅疤 隆起的皮好似枝架上三成熟的烤肉片 這三位的形象都不能細看 司機聽見問話 不小心往後瞄了一眼 雞皮疙瘩在身上跳起了街舞 只想把後視鏡糊上 沒什麼 燕秋山把仙道額頭的墨鏡放了下來 還有多遠 就前面 司機連忙說 都安排好了 這兩天只接待咱們 沒有其他客人 老闆是我們自家人 嘴嚴 說話間 司機艱難地繞開了網紅店 總算是來到了300米外的一家小旅館前 按了喇叭 院門應聲打開 讓他們把車直接開進去 隨後一個服務員才冒出頭來 做賊似的往左右看了看 見沒人注意 飛快地在門口掛了個刻滿的木牌 又縮了回去 行李我幫您 不用 燕秋山擋開服務員 自己來 蛇皮 過來搭把手 滿臉似疤的男人應了一聲 跟燕秋山一起 從後備箱裡搬出了幾個大行李箱 不知道裡面都裝了什麼 那箱子沉得拉不動似的 服務員扎著手等在旁邊 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心裡犯嘀咕 忽然 他感覺到了什麼 一回頭正對上蝦子那雙白眼盯著他 服務員機靈一下 含毛竖起來三寸半 小時候家裡大人沒教過你嗎 蝦子笑呵呵地 壓低了聲音 不該看的 別看 話音沒落 那蝦子人影一閃 就吸到了服務員面前 服務員嚇得腿一軟 差點一屁股坐地上 燕秋山冷冷地警告了一聲 雲翼 蝦子這才往後退了一步 詭蜜地笑了笑 伸手 虛服了服務員一把 站穩了 服務員聽勸 生怕兩腳不穩 該用四腳著地 連滾帶爬地跑了 幾個怪客把行李箱都抬到了燕秋山的房間裡 鬼鬼祟祟地關上門 滿臉巴的蛇皮打開行李箱檢查物品 頓時滿屋生灰 只見前幾口大箱子裡 被各種珠寶塞得滿滿蕩蕩的 拉鍊一開 就有幾條珊瑚珠串滾了出來 蛇皮的喉嚨滾了一下 小心地把珠串塞回去 必閒事地迅速縮回首 心裡默念 都是死人的東西 阿彌陀佛 不貪 不貪 這東西叫陰堡 是從墳裡挖出來的 過去大戶人家死者下葬 棺材板沒盯好 早早就會被盜墓賊盯上 從土裡走過一圈的珠寶玉器會沾上濕氣 是很好的祭物 最後一支行李箱裡卻塞滿了防震物 裡面有幾個大玻璃瓶 裝著暗紅的血水 都是嬰兒血 《本真教》裡有內部記載 據說高山人在滅族之前還是奴隸治社會 奴隸主和大貴族們奢侈貪財 修煉邪術 又搓飲嬰穴的習慣 因為相信這樣能擁保青春 嬰寶和嬰穴顯然是頭其所好 準備的祭瓶 蛇皮一邊檢查玻璃瓶是否有破損 一邊唠叨 年先生 你們祖先這社會意識形態發展相當落後啊 嗯 這裝的什麼來著 他在那存放鷹穴的箱子裡發現了一個小桃河 可能是路上顛簸 風口有些鬆動 蛇皮一拿 就把封條搓開了 封條開了 不要緊吧 煙秋山道 別碰 那是 他話音沒落 就聽蛇皮慘叫一聲 這人手也不知道怎麼那麼欠 煙秋山話沒說完 他已經把桃河掀開了 幾顆細細的紅色粉末飄了出來 那粉末就像活的 接觸到人皮的瞬間 立刻就要順著皮肉往裡鑽 蛇皮從指尖開始 一路往上透出桃花似的粉紅色 那是嬌人鎮 蠢貨 煙秋山嚇住旁邊要上前查看的瞎子 別碰它 不然你也一樣 打火機給我 蛇皮身上的疤痕很明顯是燙傷或者燒傷留下的 一看見火苗 反射性地往後縮 卻被煙秋山一把扣住手腕 立聲道 手不想要了 她說著 強行按住蛇皮 用打火機的小火苗 撩向了蛇皮手上變粉的皮 那些往她骨肉裡鑽的粉末似乎也怕火 立刻逼著火苗往回縮 不知道是怕燒還是疼 蛇皮凄慘地掙扎起來 煙秋山的手卻像鐵菇一樣 紋絲不動 火苗在她手裡急穩 精準地掠過 既沒有燒傷蛇皮 又剛好能逼退她手上的紅痕 蛇皮大叫一聲 暗紅色的碎粉末從她手指間噴了出來 木偶女眼急手快 立刻拿了一個玻璃杯把它們扣住了 蛇皮驚魂否定 在地上蹭著往後退 它是活的 它是活的 你這麼說也對 木偶女小心地把暗紅色的粉末收集起來 重新倒回桃河中封好 她說話的聲調向電話打路機 古代高山人取活蕉血 把蕉人頭朝下吊起來 再在脖子上割開一個小口 讓他們一直流血 流到斷氣 蕉人在極度恐懼的時候 有毒的內臟會溶解 跟著血一起流出來 染上膠毒的膠人血 呈均勻的暗紅色 掺入膠油 朱砂等等 能做成一種特殊的顏料 故稱 鎮 年先生果然博學 連這都準備了 也是 但是 就算天耳大師 沒有這東西 也修不了刀劍 凝想得真周全 燕秋山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不好相處 高傲得不可一世 除了求到玉婆婆這種大佬面前時 能稍微客氣一點 連她使者的面子也不給 沒聽見似的 她直接把木偶女的話當成了耳旁風 木偶女一致 臉上頓時有點嚇不來 幸虧這時銀翼在旁邊插了一句 幹什麼用 煉氣的 有傳言說 煉氣是一種邪術 氣靈實際上都是活物煉的 他們用活物計爐的時候 爐上的護法陣就是用陣寫的 木偶女意味深長地盯著燕秋山 壓低了身影 讓氣靈永生永世被禁錮在氣身裡 不得自由 燕秋山不為所動 彷彿聾了 蛇皮一點也沒感覺到氣氛不對 擦了擦冷汗 她氣喘吁吁地問 我們在海裡混的 從小就聽過焦人族 但誰也沒見過 到底是真的假的 木偶女索然收回落在燕秋山身上的視線 是真的 但是現在早就滅絕了 焦人族只是長得像人 本質還是魚 智力水平不高 很容易補殺 大混戰時期 高山人為了自保 煉製了大批武器 過度補撈 把焦人族撈滅絕了 蛇皮這個人思想覺悟頗高 剛譴責完奴隸社會 還挺有環保意識 惡婉道 高山人怎麼不知道可持續發展呢 他們用了這麼多油啊血啊的 為什麼不養殖 養不了 木偶女淡淡地回答 焦人在內陸幽壁的水域裡活不下去 高山族試過很多種方法 專門從遠處運來海水都不行 據說只有一隻焦人活下來了 當時的高山王專程派人去請教主人養法 養魚的人說 焦人情緒先細 要每天細心撫慰 跟他建立感情 讓他覺得內陸水域是自己家才行 蛇皮說 這祖宗是難伺候 但值錢嘛 金貴的東西 越不好養貨 越有賺頭 你沒聽完 後來高山王高價買走了這隻養殖的焦人 可是帶回去用古法取穴的時候 發現焦穴是鮮紅的 也就是說 這隻養殖的焦人穴裡 沒有必不可少的焦人毒 那會兒沒有生化解剖技術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木偶女冷笑了一聲 但據記載 這隻焦人在取穴的時候沒有掙扎尖叫 情緒一直很平靜 所以有人推斷 這焦人知道自己是為主人死的 死得心甘情願 所以產生不了焦人毒 蛇皮從來沒聽說過這麼聖母的聖母 震驚道 它主人都把它賣了 還心甘情願 這是缺心眼吧 都說了 焦人只是一種大魚 木偶女把其他幾個行李箱也拆開 檢查了一遍 漫不經心地回答 她根本理解不了什麼叫賣 是啊 連買賣也不懂 稀里糊塗地活 又稀里糊塗地死 這麼傻的動物只配當魚 哪怕這些蠢東西竟會為情所困 燕秋山強忍住自己摸金屬片的慾望 生硬地打斷道 別扯淡了 都過來 核對一下行動計劃 蛇皮 門船封死 貼上隔音符 行了 蛇皮倒是乖覺 二話不說照辦 戀戀不捨地把溫軟的椰峰隔離在外 叹了口氣 魚羊 哎 魚羊真是個好地方 魚羊 軒姬盯著屏幕上闊別了一陣的聖林冤 忽略了自己不明原因狂跳的心 他去魚羊幹什麼 東川和魚羊相隔好幾千里 老模特看著沒有周遊世界的興趣 平白無故地跑那麼遠 肯定有事 那位陛下發現了什麼 會和第三場因沉寂有關嗎 而與此同時 宿舍裡的古月熙也放下電話 皺緊了眉 魚羊 帶黃銅鑼盤的人對東川黑市附近那麼熟悉 應該是逗留過一陣子的 古月熙發動了風神所有在東川的現任 在東川菜市場周圍一些不正規的經營場所裡搜索可疑的人 本來沒抱太大期望 結果在追查了幾天後 黃銅鑼盤沒找到 他意外地在一家無正經營的小旅館登記冊上發現了一個名字 年婦 風神有時候需要執行一些特殊任務 每個資深風神都有幾個化名假身份 一般都是用張王李兆流幾個大姓 在幾個劍強美惠之類常見的名 總之就是盡量低調不招人言 唯獨燕秋山這悶騷 所有化名都要姓年 因為一年一載一春秋 本身就是很不常見的姓 他又老用這個行走江湖 時間長了 肯定容易引起警覺 還差點惹出過麻煩 谷月熙從看見這個名字開始 腎上腺素就飆升 東川黑市附近 姓年 會不會 他立刻順著這名字往下查 追蹤到了對方近期的一個租車記錄 這輛車近期剛好來過永安 在一處加油站加油的時候 被拍到了一張側臉 雖然不太清楚 但對於曾經同生共死的戰友來說 已經足夠了 是他 谷月熙立刻開始調動自己所有的資源 追查這輛車和年富這個假身份 發現他們從北開到了南 到了漁陽 明天週末 下週一週二我調休兩天 不來了哈 同事們有事打我電話 不過 我知道你們都很乖 肯定沒事 軒機當機立斷 訂好了當晚 飛去漁陽的打折機票 在膳後科大辦公室裡探頭說 另一邊 谷月熙迅速在系統內填好了年假單 外勤年假有一個月 他今年還一天都沒用過 然後甚至來不及等批覆 立刻收拾起了行李 南海上突然起了風 拍在平靜的小島上 沙灘上的遊客們興奮地跟著海浪尖叫 風雲開始悄然地在漁陽城上匯聚